这是到了多么关键的时刻 袁维明还是很沉重 东队发球 日本队现在被传由8号广赖在扣球 中队双弯往狼过去 以后日本队再组织进攻 日本队现在是8号广赖在扣球 东队把球传的往前 现在3号狼平在扣球 东队后排把球接起来 3号水源在扣 中队孙进邦把球传起来 现在是3号狼平 发球 郎平在4号位的斜线扣球 真不容易啊 15平 15平 天安琼发球 日本队一传没有到位 日本队把球打光 中队拦网得分 16比15 中国队拦网得分 16比15 1号曹慧英 6号孙进芳两个走到一起 互相拍背间说着话 现在中队发球 中队现在是由10号陈亚雄发球 日本队小川把球传来以后 现在是由8号广赖的口感中队拉了 快分 16 17比15 中国队胜利了 中国队以3比2 上了日本队 以齐战齐胜的优异成绩 获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这球传矮了 对 没点打了 对 如果要传高一点的话 这球应该是打下来了 先拦一下 好 还有机会 调好 调好 看来王一梅 这球是打在日本队的队员脸上以后 打在了12号木村沙芝的脸上 王一梅在往前向对手示意一下 就是表示歉意吧 马上的观众对这个友好的镜头也抱以掌声 同时对木村的这个顽强啊 马上要投入比赛 这个准备姿势就要放得更低 这个也是一种消耗体力 但是呢也是必要的 这样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相对应的动作 好球 好的 好球 现在的应演挑战呢 增加了一项就球是否已经落地 从去年开始也增加了这一项内容 看看袁旭的发球 好的 有效篮网 抓一个反击 再给到竹庭 直接小时线 切得非常的斜 对 切在三米线附近 这局呢 中国队啊 就开支有些低迷 现在急需要 这样有霸气的进攻 来带动士气 我们现在需要加强我们的这个发球质量 这是半道尾球 狼王 机会 好的 好球啊 哇 朱婷连续切出这样的小斜线 确实是 非常精彩的扣球 我们看现在我们的二传一组也非常明显 一旦有了这种反击的机会 还是交给朱婷 对 对 一定交给最有把握的球星 漂亮 中队起势啊 中队连续抓反击 这就是朱婷的核心价值 好球